昨天啊就是政治話題 當然就是這個郭台銘董事長 然後呢這個要北中南辦大型的造勢 那昨天從高雄出發 然後號稱兩萬人到場 那當然這場造勢有非常多觀察的點啊 那當然郭台銘本人的表現其實是 就讓大家引起很多熱議啦 一個是他的表現形式 他要用台語誌詞 但是台語真的說的不好 你覺得這個是一個故意的嗎 就是他的幕僚或他的政治公關 是故意讓他用這種方式 就是覺得這是一種增加親和力的方式嗎 你說就是講 就是在高雄屏東這兩場 因為他禮拜二要去屏東嘛 我相信他這兩場應該都是以台語為主 我昨天在看直播 我就覺得有很多是我沒有辦法理解 他到底在講什麼 要一直想說 他剛剛講那句話到底什麼意思 那你怎麼看現場的場面 我覺得國民黨在南部的這兩個觀察點 第一個是說確實還蠻多 就是要參選的人都靠到他身邊去 是好事啊 這個聲勢看起來是其實不差 沒有沒有 你要參選的人靠在旁邊是很正常的啊 你看除了曾馨營之外 當然自己妻子嘛 你看李明璇已經被提名了嘛 你看我現在李明璇很聰明啊 我去這一場 大家就知道我要選高雄啊 然後張顯耀是正在爭取 然後呢 張顯耀不登記 不登記 對 他要自己選到底就對了 他不交那個民調同意書 所以他已經沒有民調資格了 然後他說他要選到底 哦好 那我們就祝福他 然後呢陳若翠 陳若翠其實也是在爭取提名當中 那這個畫面哦這畫面看到李明璇後面有點不太清楚 這是曹桓榮 不是這不是曹桓榮 反正是曹桓榮 曹桓榮也在現場 沒錯我真的要講 然後呢在李明璇背後那個有一個側臉 不是很清楚 那是黃柏林 黃柏林跟曹桓榮 他李明璇都是確定被國民黨提名的 的立委參選人 黃柏林是要選三名去是不是 對 然後他其實最早被提名的 所以其實其實 一直有新聞 一直有新聞 包括我們好朋友那個楊毅今天 昨天還寫一篇內幕 就想說中南部其實挺郭台銘的 風是有刮起來的 甚至有到縣市長成績都是在暗挺過 這個其實我一直不懂 為什麼 楊毅其實在那一篇我簡單補充一下 楊毅在那篇其實明天有寫到一個點 就是說因為資源很少 他們都期待郭台銘會當那個 那個就是不只是 不只是母雞 而且是金雞母 對差不多是這個概念 所以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有感覺到這樣的風嗎 我覺得應該有差別 就是而且有一個很關鍵就是 侯友宜下不去啊 侯友宜現在身份 他不宜走太遠啊 市議會還在 今天開始是民進黨的黨團 禮拜五就開始了 那天那個張嘉玲問他一中原則 他說那請議員知道 請說請說請說 我覺得對侯友宜來講 他現在最大困境就是 他是被綁在新北 可是侯友 郭台銘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去做最後衝刺 要全身走透透 所以那就表示 就是他要走的是這種組織戰 這個部分侯友宜還沒有辦法下去經營啊 現在問題是 徵召沒有遊戲規則嘛 那如果以 郭台銘講的民調 現在郭台銘的所有民調都還沒有 超越 侯友宜到一定程度 有一些可能多一點點的那種 其實那個就叫平手 那在平手的狀況下 郭台銘不利 對郭台銘不利 就是我如果要徵召郭台銘 要花更大的力氣在內部的 對我這樣的一件事 對郭台銘來說 他可能也預期到這件事情 就是他民調要直接很明顯的 壓過後有一空他是不容易 所以他現在這樣跑跑跑 搞不好現在檯面上除了這個場景之外 他可能就是是不是 就是也許到了黨中央去 然後大家坐下來攤開來談的時候 他會從拿出一份寫書 然後上面都簽滿了民進 國民黨的這個民代 都支持我這樣子的概念 你知道那天 哎我忘記是誰了 真民眾吧 他不是說除了民調要民意支持 還有是會有三關嘛 還有國會的立委要支持 還有要縣市長要支持 所以他現在就做這件事情啊 他可能他可能就覺得 他跟侯友宜的民調大概會拉平 侯友宜大概未來也不會贏他 他大概也不會贏過 贏過侯友宜 所以現在要走這個 這兩天去走中南部 然後走縣市長 然後呢晚上要跟立委吃飯 今天晚上嗎 今天晚上對 那你覺得 哎可是之前立法院黨團被真民眾啊 他們講的好像幾乎都挺猴 被他們講的就是 幾乎已經鐵板一塊了 那現在有鬆動嗎 哎我覺得不是鬆不鬆動 應該說之前上一上一波 跟這個郭台銘一起吃飯的立委 是陳玉珍揪的嘛 那陳玉珍揪了 那什麼郭台銘也去嘛 什麼的 可是那一拖哦 你仔細看那個橙色是不足的 什麼叫不足就是幾乎都是不分區 啊不然原住民 可是這一次聽說今天晚上去的 以區域立委為主了 就還是要挑戰 挑戰爭取拉攏實力派的人 對對對就是要真的能夠在黨中 講得上話的人 我相信這個郭台銘 哎對郭台銘來講現在 所有的障礙他能克服 他都要努力在短時間內克服 他去辦這市場造勢也是因為 其實老實說我的了解是 他們就是聽到了侯友宜已經要被內定的消息 然後要辦造勢 所以他們想一想 不行趕快辦 不得不說我上 前兩週去高雄看林書豪比賽 然後順便就是跟在地的朋友吃飯 他們也真的有講說 其實南部很多很多的民代是很支持郭台銘的 我覺得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一個叫做你見面三分情 郭台銘花了很多時間在高雄 你有沒有發現 那他比侯友宜現在最大優勢 當然就是第一個他資源夠 那第二個就是他沒有 不會被綁在一個地方 他可以全身跑跑走 可是相對來講 他比侯友宜不足的就是 第一個他沒有黨籍 然後第二個他的民調還沒 還沒有辦法有一個明顯的 所以壓力很大 我相信郭台銘現在壓力是很大 但你可以看出從這場造勢 我覺得他是認真的 他不是玩玩的 我覺得郭台銘還有另外一個變數 就是他個人的言行 實在是就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感覺讓人家覺得變數實在太大了 說你今天就講這個頂三倒四 你到底要講什麼啊 我今天提你會不會 我覺得藍營支持也太痛苦了吧 兩個人太極端了吧 侯友宜是什麼屁都不放 什麼都不講 一個什麼都講 一個什麼都講 然後講了之後又會改口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加起來除以二啊 加起來除以二就是一個正常的候選人啊 那兩個都這麼極端 到底是什麼回事啊 合起來做猴頭火鍋 哈哈哈哈